今天给各位盘点一下世界上有名的防空系统 看看谁才是你心中的Top1 Top9 复仇者防空系统 复仇者防空系统是目前世界一流的防空系统之一 是由波音陆地防御系统公司研制的 它安装有AMVR-C91新卡斯无线电台传感器组件 可以让复仇者防空系统在各种作战条件下捕捉和跟踪目标 复仇者防空系统的最大亮点是它具有超高的机动性 导弹发射塔可以360度旋转 该系统装填的独自导弹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2马赫 射高3800米 能够根据飞机排出的热气尾流来对敌机进行全方位的攻击 在发射后可以在4分钟内重新装填完毕 而且该防空系统的体积相对较小 一架C130运输机就能够同时运载三套复仇者系统 使它能够快速部署到战场的最前沿 构筑防空体系的低空防御环节 TOP8 铠甲S1防空系统 它是俄罗斯国产的进程防空系统的一面旗帜 其最大特点就是导弹和火炮相结合的武器配置模式 铠甲S1防空系统配备了8-12枚地对空高超音速导弹 导弹最大射程为20公里 最大射高15公里 两门30毫米双管防空火炮 单管火炮装弹量为750发 最大射程4公里 射高3公里 导弹射程远 但是需要数百米加速 而防空火炮连续性好 命中精度高 两者相结合使得整个系统的杀伤范围更广 铠甲S防空系统还能够同时攻击4个目标 有效杀伤半径15公里 该系统的制导方式是 使用雷达和光电系统两套独立的引导设备 让火炮和导弹能够相互配合完成对空拦截任务 Top 7 爱国者防空系统 说起爱国者防空系统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它是美国研制的第一层导弹防御系统 该系统的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6马赫 最远射程为80公里 它的火力十分强大 可以实施多个同步攻击 来应对抗保和视空袭 该防空系统的雷达为 AN-MPQ-253波段频率便捷相控阵雷达 能够加大探测距离和提高拦截精度 而且它还可以有效地对抗现有的电子攻击 它的每个发射装置 可以携带16枚PAC-23导弹的弹箱 在海湾战争中表现亮眼 让它受到世界各国的追捧 出口数量更是急剧增加 现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发展到了三型 相较于前两代 它的体积更小 拦截精度更高 Top 6 紫苑三菱防空系统 它是欧洲第一种反导拦截武器 具有防空和反导能力 它吸收了美国宙斯顿系统 和加拿大与德国联合开发的 自适应相控阵雷达技术 采用两极导弹配置 单系统最多可以同时攻击10个目标 相较于美国的标准2 它的优势更加突出 不仅能够在移动车辆上使用 还能部署在舰艇上 它的最大射程为120公里 最大射高为20公里 紫苑三菱导弹的助推器 能够在3.5秒内 将弹体加速到4.5马赫 它的制导方式 采用中段惯性制导 加数据上链和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在这样一个模式下 导弹会以最佳弹道和中途修正的方式 将导弹一路导引至目标 能够最大程度保持导弹的能量 以增加有效射程和实际不可逃逸范围 Top5 大卫投尸所 大卫投尸所是以色列经过 萨达姆飞毛腿导弹奇迹后 强烈要求研制的一款新型 中远程防空反导导弹系统 主要用来拦截中程弹道导弹 大口径火箭弹 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 该系统填补了铁琼系统 和箭矢系统之间的空白 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和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研发 采用艾尔塔伊耶奥M2084 主动向控阵雷达提供远程预警和制导 该系统的最大拦截射程为300公里 它的导弹使用的是斯塔纳导弹 导弹的发动机使用的是二级固体火箭 让该导弹最大速度可以达到7.5马赫 最高升限为50公里 该系统实现了以色列一直想要的安全距离最大化 显著降低了坠落碎片带来的附加伤害 TOP4 MEADS防空系统 它是北约首个级防空与反导一体的防空系统 由美国、德国、意大利三国联合研制 用来取代旧型号的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 该系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 唯一能够同时拦截两个相反方向目标的防空反导系统 它的主要作用是用于保护机动部队和关键设施 免受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的攻击 而且它采用模块化设计 既插机用、维护效率大大提高 而且一个MEADS防空系统连的防空区域 是一个爱国者2防空导弹连的8倍 它还可以配备爱国者3增强型导弹 大幅提高系统的协同作战能力 TOP3 S-400防空系统 它是俄罗斯陆基移动式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也是俄罗斯防空军的第四代地对空导弹系统 主要用于拦截巡航导弹、飞机、中进程弹道导弹 无论是超低空还是高空、近距离还是超远程的 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的空袭 并且对第五代战斗机和复杂的干扰和对抗环境进行了优化 具备反战术和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 S-400防空系统最多能够指挥发射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 可以同时锁定6个目标 最快速度可以达18马赫 远、中、近三个方面它都可以兼顾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米波数字化相控阵雷达 该雷达的目标探测距离为600公里 能够同时跟踪300个目标 Top2 S-500防空系统 它是号称所有地面防空导弹的王者 可以拦截目前所有的空中目标 它导弹的最大有效射程达到500公里以上 最高可以达10万米高空 也就是说S-500可以轻松达到低地球轨道卫星 而且它的拦截速度超过了18马赫 能够同时对10个目标进行打击 在150公里以内 它的拦截成功率比爱国者三型导弹还要高 雷达的最大探测距离为3000公里 但是由于S-500的指导方式比较依赖于地面火控雷达 对它的拦截方式造成其大的局限性 毕竟导弹射程越大 制导性能就会越差 Top 1 萨德系统 它是目前世界上防空导弹系统综合性能最强的系统 全名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有着在大气层内拦截来袭的短程中程和远程洲际导弹的独特能力 它的最大拦截高度和拦截距离为150公里和300公里 可以防卫半径200公里 萨德系统通常有指挥中心 一部地面X波段雷达 六部八连桩发射装置和48枚拦截导弹组成 相较于其他导弹防御系统 萨德有着近乎压倒性的优势 它以高速撞击来引爆目标弹头 这种拦截方式难度相当大 就相当于拿子弹打子弹一样 而这套系统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X波段雷达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功能最强的陆基移动雷达 它的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达2000公里 而且分辨率非常高 还具备反隐身能力 能够在580公里的距离精确评估目标弹头的预定位置 并且识别假弹头 因此 萨德系统不仅仅只能充当被动防御的盾牌 还能具备相当的攻势防御能力 而且萨德系统的通用性也非常强 能够和爱国者和海军宙斯盾系统一起 随机构成各种形式的多层反导体系 而更恐怖的是 哪怕没有作战任务 萨德系统在平时依旧会摄取该地区周围国家的情报 在它的探测范围内 所有的飞机和导弹的飞行轨迹都会被其侦测捕捉 到了战时 这些数据将极大提升萨德系统的导弹拦截概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老铁对这款武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